佛教从来没有把婚姻当作圣事 那也没有把其他的情欲当作是邪恶 除非他伤害到其他的生命 他现在如果是一个同志的状态 他如果有婚姻会比他现在来得更好 那我们就要祝福他跟成全他 这就是佛法给我的一个带来的启示 老实说我觉得东方的文化 没有那么残酷的去对待同志 你如果在古籍里面翻一翻 其实太多了 那个男男女女的那些问题 其实早就存在 所以呢 大家也就是见怪不怪 那我特别把它当作是一个罪恶 或者一个邪恶的一点来谈 其实那应该还是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 以单一的价值一直在要求说 所有的人都是要进入到这个家 而且这个家还是要由你来定义的 那这个其实是我真的觉得有点强迫症 那你如果那个有了同志婚姻 异性恋者就会偏同性恋 那你会吗 你不会你为什么担心呢 奇怪 而且台大机械心那个 他之所以会让人反感 不只是这个灌输唯一的一个价值 我觉得问题是他偷渡他的宗教理念 而他是在权力不对等的状态下 偷渡进来的 这是非常可恶的事情 如果你是一个机械系的小孩 你敢不甜吗 这是完全一个非常荒谬的行为 如果说一定要把家规范围 只是为了孕育下一代而存在 那请问不孕症的人是不是也被你找到了 家里的功能非常非常的多 请各位不要认为都是为了 精子跟卵子的结合好吗 男童跟女童在厕所里面 在互相做情依探索 那对不起 男童跟女童 不是女童跟女童 也不是男童跟男童 那不就是异性恋吗 对不对 那不是异性恋吗 那异性恋 有了这个事情发生 是不是因此要把异性恋的婚姻 全面停止 这个同志经常换性伴侣 他不就是因为不想要经常换性伴侣 所以要 要结婚吗 那为什么不有成人之美呢 而且异性也有很多人经常换性伴侣吗 那因此有交易信念的人不准结婚吗